新北新店又見行人地獄 監視其畫面中 一名南童走上白馬線 正要過馬路 沒想到才走到一半 直行的公車竟然無視 紅燈後置 直接把南童撞飛倒地 擋風玻璃當場碎裂 還向前行駛約10公尺 才停下來 差一點就直接撵過去 所見南童送一後 僅有擦措傷 並無大礙 營業大科車駕駛 經檢測並無酒駕情勢 本分局將依道交條例 第53條第一項 闖紅燈儲新台幣 1800元以上 5400元以下罰款 及第44條第四項 為離浪行人 嬰兒造勢 自人受傷 儲新台幣72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罰款 並吊扣駕駛執照一年 等高發造勢駕駛人 另一頭如舟同樣發生 公車疑似搶快 撞傷兩名正要過馬路的復植 所幸都久受到輕傷 但詳細車禍原因 仍帶警方介入調查 而在彰化台61線 177.3K南下路段 也發生兩大輛小車 追撞意外 照片中可以看到 沙石車因為自撞內側 分個道 車頭全毀 男駕駛受困車內 但意識清楚 人握著手機 跟家人報平安 也索性只受到輕傷 而至於肇事 詳情 仍有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